辛基格能活到百岁,其长寿秘诀意引人好奇 他儿子戴维在今年5月基辛格5月27日生日 曾公开传,分享父亲的近况以及长寿秘方 原来这几年一期间,基辛格并没有放慢脚步 自2020年以来,他已玩两本书的创作 并驻守推进第三本新书 戴维又报父亲的长寿神奇配方 指辛基格平日爱吃大 德式香肠和维也纳炸肉排 又有着永远压抑步的好奇心 例如大约5年前,95岁的基辛格开始痴迷 人工智能的哲学和实践意义 相关新闻,戴维又言 强烈的是敏感义是父亲的长寿秘诀 戴维写 他深信爱国主义、忠诚和两党合作等神秘概念 到当今公共话语中的肮脏以及外交艺术的崩时 他感到痛苦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内容